继续治疗 从一开始 12月底不明原因肺炎这个情况 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 后面到了大概20号左右吧 就开始 那么我就从这个时候 就一直在临床一线 我每天都在和医生们在一起 就知道他们有什么 对救治患者 或者是防控的一些问题 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支撑 什么样的一些设备 什么样一些药物来保障 那么我每天也和我们的管理者 这些人在一块 那么知道管理上需要做哪些 应对和调整 我们是24小时响应 30分钟之内就能够到位 尽管有比较远的一个距离 但是我觉得可以跨越 这种时空上的一个距离 医生在一起共同讨论 共克新冠肺炎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媒介